大家好,我是尼克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必备的吉他和弦进行 也就是你一定要记起来的和弦顺序 你可能会想问 诶,我已经会和弦了 那把和弦的顺序背起来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有三个 第一个是训练你对和弦的敏感度和和弦之间的关联性 比如说C和弦比较常接到G 而比较不常接到Gmine 像这种对于和弦间的敏感度 可以透过记忆和弦的顺序来达到训练的效果 第二点是当你备好一组顺序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去直接应用在很多歌上面 就不用每次要弹歌的时候 还得上网去找谱 第三个优点是 如果你有临时的聚会和露营等等的活动 有朋友要起哄叫你弹吉他 你也至少会有一些东西 可以马上就拿出来应对 这个我觉得是以上三点钟最重要的一点 因此接下来要跟你介绍 三个流行乐都在用的和弦敬琴 并且请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你对简单的和弦 差不多都理解了 比如C、G、Amind、Emind等等和弦 你大概都会按 如果还不会的同学 建议你去看我前面几部影片 再介绍吉他和弦的 会更适合你目前的程度哦 好 首先第一组吉他和弦 我们把它叫做短板 因为他只有四个和弦而已 只要把这个顺序记下来 就万事OK了 第一个和弦是Amind 第二个是F 第三个是C 第四个是G 这个和弦进行 可以弹超级多歌曲 以下就举两首 例子给大家参考 第一首是邓紫棋的再见 像是这样唱的 不要对我说再见 一句再见 让爱变得表面 真的不用说再见 就算再见 结局不能改变 就算我和你之间 两个世界 再也没有交接 不用抱歉 就真的再见 每个和弦弹两下就OK了 同样的和弦进行 我们还可以唱Trash的 终究还是因为爱 听起来像这样 是你成为我的盔甲 抵抗所有千军万马 是你让我懂得月亮 放下过去 凝视远方 不挣扎 不抵抗 接受失去 拥抱 彷徨 到最后 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原来都是因为爱 当然随着音乐 有不同的氛围 你的右手 可以随意的刷奏 来模拟 这首歌曲的风格 第二组 我把它叫做抒情版 它是由较长的 共八个和弦组合而成 从头开始是这样的 C和弦 G和弦 Ami和弦 Emi和弦 F 再一次的C Dmi7 以及G 这组和弦进行 又被称为卡农和弦 是取自古典音乐 帕海贝尔的低大调卡农 里面所使用的和弦进行 因为很好听 所以在四百年后的今天 也还是被广泛使用 以下跟你介绍两首使用 这组和弦进行的流行歌 第一首是831的想见你 听起来像这个样子 想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里 人海里相依 用尽了逻辑心机 推理爱情 最难解的名 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 在等待一句 我愿意 第二首歌是周星哲的你好不好 同样也是用这组和弦哦 我们来听听看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 对我笑 对我好 继续让我为你伤 为你疯 为你疯 你好不好 好想知道 别急着把 回忆都丢掉 是的 他也是使用这组和弦哦 是不是觉得 如果背下来的话 CP值很高呢 好的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 最后一组 第三组和弦 这组和弦很特别 虽然它也是C大调 但是它却是从F和弦开始 所以听起来会有一种激动感 因此常常被放在 各首流行歌的 副歌的部分 第一个和弦是F 第二个是G 第三个是E-Mine 第四个是A-Mine 第五个是D-Mine-7 第六个是G 7跟8都是C 比如说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副歌就是用这个和弦 听起来像这样 修炼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 是一种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原谅 唯一张脸去洋衣身上 别想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或像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也是用这一组和弦哦 听听看它的副歌 突然好想你 你会在哪里 过的快乐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锋利的回忆 突然模糊的眼睛 是的 以上六首流行音乐 都是取自于很类似的和弦进行 各位一定要把这些和弦进行都背下来 今天的课程 差不多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这类的内容的话 请到底下的留言栏 点选免费的教材 以及浏览我所创立的 木吉他职人学堂 无论你是新手 或是已经学几年的 吉他爱好者 都很有可能找到对你有帮助的内容哦 赶快去看一下吧 我是尼克老师 你可以在留言栏 留下你看完这部影片的学习心得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